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一代一代的人 就是对于车的认知 然后对于智能化的认知 对于这种整个科技的一个变革和更新 他们对于人的塑造其实也是很有影响 有变化 你看我上车 我就把屏全关了 因为晚上开车特别晃眼 不舒服 对吧 而且有时候反光它不是反到 它不光是直接刺激你的眼睛 它有可能照到旁边的玻璃上 你从后视镜里还能看到 对吧 你眼睛逃不开光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 你不觉得它这屏特别多之后 其实设计上变简单了 就像你手机 现在就是一块玻璃 千篇一律的 对 当年诺基亚艾利辛那个时代 它要想着办法把这个造型设计的 让你觉得有意思 对 你才会掏钱买 翻盖 有旋转 现在完全不用了 对吧 然后也没有人再去考究 副驾驶那个位置 我要搁一个什么样的试条 是金属的还是实木的 对吧 然后我用的是 零星格的这种纹路 还是一个真皮的纹路 或者就哪怕是一个塑料 对吧 没有人再去想这事了 我那块屏就完了 对 它就变得 把这个内饰设计师的工作 交给了UI设计师 挺薄的好看 天下大同了 对 但是这种变革 或者这种翻新 是不是也缺少了一些 可能怎么说呢 我们以前的那种乐趣 或者欣赏它的一些层面呢 那我说一个 我记忆中的一个好玩的点吧 我小时候 我爸妈带我打出自车 我最喜欢玩的就是那个升降玻璃的摇柄 因为那会儿就是 90年代的时候 很少有家用车是电动车窗 尤其后排 我一上车的时候 我就左摇一下 右摇一下 我妈妈老说 别说摇坏了 坏了 够不上了 够上你也得赔 然后从小我就觉得 这东西好玩 然后后来可能就是 有伊兰特之后 玻璃开电动玻璃 开始是成为主流了 就觉得上车以后 上车以后是电动玻璃 对 上车以后 那我总能老给人升降升降吧 少了一个乐趣 对 对 它变成电动了 你开手摇车 让人觉得手动挡 手摇车是低配的 对 你得匀速慢慢 假装模拟出来 是电动的那个 对 对 那时候好多小品相声 那段子 不是也是这种 对 而且我特清楚 就是我小时候 好像是我们家楼下的 那个是保安还是谁 跟一个驾驶员打招呼 他在副驾打招呼的 那现在正常 咱不是一摁降下来就行了吗 他使劲隔楼也够 你说什么 摇下来 他在跟人说话 摇完之后再给人摇起来 然后再开走 我就觉得那会觉得 我调个后排 调个副驾的玻璃 怎么这么费劲 而且那会的那个护视镜 也没有这个电子调节 都是两个棍 对 先拨拨左边 再拨拨右边 调好了就可以开车了 这都是这种机械的仪式感 对 你包括现在一下雨 桥底一积水 对吧 你电动的车窗 有时候一短路 你打不开了 是 但是机械的车窗 你反而生存的几率要高 对 对 是的 对 赛哥说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科技的给我们带来了 在危急情况之下 能够救人于生命的 这么一个智能化的一个体现 这是以前的好 那也是以前的好 以前的 对 它不靠电 对吧 纯机械式的 你可以摇下来 现在比如说短路了 或者那个泡在水里了 对吧 你那个电动的开关打不开了 你窗户就封在那 包括现在好多那个新动员车 它的后排 就是前后门开关 都是那种电控的 但是它依然会在底下 留一个机械式拉手 就怕比如说 车一头栽到水里面 整车断电以后 那门不能打不开 那个机械拉手一拉 依然能把门像物理式的打开 来逃生 这个确实是时代在面前 但是安全性肯定是得 越来越再提升才行 对 但是这个对于 我觉得反而对于司机 要求到高了 因为以前你那是一个标准动作 摇车窗就得这么摇 所以你不用琢磨 我怎么把它打开 现在你找那安全搭手在哪 你先买了车 然后你开始琢磨 我怎么能出去 对吧 但是很多人不琢磨 因为跟它生活太远了 对吧 但是风险发生的时候 那就是万一变一万了 是 反正双刃见吧 对